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賴雄林的賴雄林 電金伊號2號市長候選人 香林是客家人,也是這次候選人裡面唯一女性 我想我們從政的目的,希望市民能夠過得更好 城市的發展能夠自己的更完善 所以這一次我想四位候選人裡面 女性的從政帶給大家很多的鼓舞 我到街頭到市場非常多給我加油打氣的聲音 在這裡先謝謝桃園的市民朋友 今天我們針對市政的發展裡面 剛剛運鵬委員或者是保清委員都在講 他們過去擔任立委或現任立委 從中央拿到非常多的資源 確實桃園在升格之後 中央政府大力的給予他各種硬體的建設 也給予他各種的政策的優惠性 那我想未來如果是鄭文燦市長繼續擔第三任 也許大家能夠覺得這樣的一個政策延續性 由他來執行 但是到了運鵬的手上 運鵬到底是要選自己的桃園市 還是幫鄭文燦延續他的第三任 我希望運鵬還是應該好好的做自己 以這一次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桃園城市的幾個問題裡面 運鵬都沒有立竿見影的提出政見 以我們大家最擔憂的就是桃園 未來是不是有高房價的問題 桃園的居住正義是年輕人現在最擔憂的事情 沒有看到鄭運鵬委員市長候選人 提出立竿見影的政策 那我們也聽到保清委員過去在立院 他的基優的政績裡面 從硬體到軟體他都琢磨很深 可是他也沒有針對我講到的1280的部分 能夠在交通的這個政策性裡面呢 能夠周延的去做 他剛剛提到的1000元 我聽了也是心津津 因為總體來講我們還是要射算財政的負擔 所以從這樣的前面兩位候選人的發言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還是需要一個新的人 來代理這個城市的發展 能夠提出好的政見以及務實的做法 那我在我的願景的白皮書裡面 已經提出了8個面向 我希望大家能夠上我的這個QR Code裡面 認真的去檢視 我們回到今天桃園的三大問題 第一個就是房價的問題 是年輕人最痛的地方 第二個是桃園的垃圾的問題 也是非常多市民覺得怎麼都沒有改善 跟雙北比起來真的差太多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我們勞工的問題 江南市勞工出身 所以我們對於勞工的權益 以及桃園市是一個勞工大限 要轉型成未來 不管是科技型的產業提升 或者是航空城未來帶動新的產業 都要投資勞工 都要對我們的勞工市民們更加的善待 但是我想首先先講 現在非常多的桃園的朋友們 都是搭這個交通運聚到台北去工作 甚至開車去台北工作 所以我最早提出來 要能夠減低我們通勤族的負擔 就是提出1280PLUS 定期月票制的部分 整合台鐵以及未來的陶節 那大家要想想看 為什麼這個工具提出來之後 贏得市民們的迴響 當然就是講出大家心裡的痛 因為現在的桃園交通 走到哪裡都是塞車 走到哪裡都是路幅不夠寬 走到哪裡就是人行道 真的沒有辦法走 所以這樣的一個交通是 我們桃園市民們 民怨的第二個重要的地方 那如何改善 所以我找了專家們來評估 把雙北的1280的政策 援引到桃園來 能夠擴大成為1280的PLUS 那這個PLUS當然是不可能只有 在財政沒有增加的情況之下 就能夠1280 甚至是北北基陶我們 崔岩鵬委員四個民進黨籍的 市長候選人提出來的1200 所以我想總的來說 好的政見當然大家能夠參考 能夠仿照 我都覺得蠻好的 那願意跟進也不錯 但是大家面對一個財務的狀況 以及中央跟地方政府 如何負擔的部分 還是要整命的來想 所以我的做法很簡單 1280PLUS 首先先整合台鐵的這個系統 它在明年的8月 它已經答應能夠整合進來 未來就是把桃園的部分也加進來 桃園是我們桃園人覺得 是你的捷運還是不是你的捷運 我問了非常多年輕人 他說桃園跟我沒有關係 因為他在這個行進的地方 我根本不會去用接駁車坐到那邊去 我也不太可能去搭乘 所以桃園要變成現在 每個月虧1億的這樣的狀況 改善起來 要如何透過政策的工具來引導 所以我的1280PLUS 一定會結合桃園在現有的這個狀況之下 提升他的這個載客率 讓大家願意去做桃園 來救桃園現在岌岌可危的財政問題 所以我想一個負責認真的候選人 對政策提出來之後 有相當的做法也有一定的負責任的這個規劃 那也希望大家在抄政見的時候 不要只看表面 還是要務實的來看 目前以雙北的1280來講 台北要負擔6億 新北要負擔4億 我們估算之後 桃園大概也要到7億 那我想我跟鄭運鵬委員不一樣 運鵬委員他中央有小英總統給他打包票 地方有文燦市長幫他開了非常多 這個前進的一個福利措施 但是年輕人的痛 包括高房價的問題 包括交通上面的這個解決的狀況 都沒有看到他提出來 覺得實際上非常的可惜 那張善政院長我也很敬佩 但是過程當中 他似乎也對於高房價問題沒有提出來 他也對於我們桃園勞工的現狀 包括非常多勞工是低薪的狀況 他也沒有辦法提出好的政見 所以希望桃園市民 能夠讓新的人新的政黨 來帶領桃園的市政 走向均衡共好 永續發展的新桃園 謝謝 謝謝主持人 三位市長候選人 兩位提問老師 各位媒體朋友 以及線上觀看的所有市民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市長候選人三號鄭運鵬 感謝桃園的市民朋友 八年前選擇民進黨的鄭文燦市長 八年來桃園成為台灣改變最多 進步最快的城市 市民朋友如果到外縣市旅遊的時候 大家知道你是從桃園來 大家都會稱讚桃園做得很好 我相信這樣的經驗 這樣的光榮感 都是每一個桃園市民朋友共同的經驗 接下來的八年讓運鵬當市長 我們要讓桃園成為格局最大 照顧最細 最貼心弱勢的新桃園 桃園率先實施 全國的育兒津貼 中央也加碼跟進 現在每一個月五千元 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假牙補助四萬四千元 全國最高 桃園一年工業產值三兆元 全國最多 投資台灣的三大方案 總共投資了台灣一兆八千億元 光是桃園就佔了兩成 三千六百億元 全國第一 我和鄭文燦市長過去一起努力 為桃園打拼 也很感謝中央蔡英文總統 蘇貞昌院長 給予桃園最多的建設和投資 過去八年來 鄭文燦市長推動桃園學 未來八年 運鵬要讓全國學桃園 下一個八年 我們要讓護國神山 台積電 在桃園順利推動 並且要將上下游的產業鏈 都拉進來桃園 都成為護國的群山 我們要讓航空城加速開發 帶動國際物流 帶動航空補助 帶動我們智慧車輛 生物科技 綠色能源 雲端預算等六大的重點產業 未來的桃園人口 也要靠著航空城 我們要超越首都台北市 下一個八年 桃園的捷運系統要全面啟動 綠線和機場捷運 要成為環狀線 此外 我們上任後 也要啟動捷運路網2.0 讓各個行政區 都有捷運可以到達 我們也要推動首都圈 通勤月票1200的方案 讓通勤 通學都能更方便 更省錢 下一個八年 我們要透過鐵路地下化 打通交通瓶頸 縫合都市 也要讓地下化車站的附近 市區進行都市更新 大發展大進化 一年前 當台積電 啟動我們先導的計畫 我和鄭文燦市長 立即向中央反映 一定要讓台積電 落腳桃園 我們協調中央與地方 處理土地的問題 解決水與電的問題 解決聯外交通的問題 未來 台積電將引進半導體 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 最先進的製程 讓桃園產業升級 這是桃園的大事 更是世界的大事 世界需要台灣 台灣需要桃園 但是我的對手張善政先生 卻認為半導體的產業投資 是未來好幾年的事情 再次凸顯了他 不熟悉現在的桃園 也不了解這個時代的科技產業 和產業脫節 我在 我是桃園在地最資深的立法委員 具備整合國政 跟整合地方需要的能力 如果我們沒有在中央協助 航空城沒有辦法啟動 機場捷運也不會通車 鐵路地下化更不會動工 桃園的建設格局要做大 政府也要照顧到最弱勢的市民 從我的生命經驗裡面 當我兒子常病毒重症的時候 讓我意識到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人都有最脆弱 最需要關心的時候 我也認為這是從政者 必須要去主動關心和服務的 因此我也是在這一次 桃園市長的選舉裡面 提出最多照顧弱勢的政見 包括我們要設立兒童醫院 讓爸爸媽媽更安心 以及我們要我們提出照顧弱勢 單身孕婦的陪產假 罕見兒童的家庭生活津貼 弱勢勞工再就業 我們再加碼五千元 我們要提供新住民朋友的弱勢家庭 進入社會住宅 孕朋要做大家的遮雨棚 讓大家感受到有我在請放心 市民有這樣的感受從政才值得 上個禮拜民進黨的基北北桃 我們四位候選人共同推出了首都通交通月票 一二零零的政策 我們要推動通勤通學的市民朋友 可以搭台鐵 國道客運 以及其他的公共運輸 桃園更是桃竹竹苗的火車頭 桃園有責任擴大力量 讓產業交通文化大進化 過去幾個月 我看見國民黨和四年前的高雄一樣 利用造謠抹黑桃園過去八年的進步事實 想要贏得勝選 桃園過去八年人口成長兩二十一萬人 圖書館興建二十三間 運動國民運動中心加了十座 親子館增加二十個 社區關懷據點包含超過338處 污水下水道更是光速前進 桃園的下一個市長要了解市民的感受 不能讓世人不明不體貼弱勢的人來擔任 但是張善政先生 到現在還擔任統派小黨的最高顧問黨職 他們詐騙賣假藥 甚至造成市民朋友財產跟健康的損失 到現在張先生還不願意向受害的市民朋友正面回應 也不願意向受害的市民朋友道歉 我想要請教各位市民朋友 歷屆的行政院長擔任這麼高的職務 有誰擔任過統派政黨的最高顧問 張先生擁有權力卻無心承擔 過去沒有辦法讓機場捷運通車 沒有辦法讓航空城運轉 阻擋了鐵路地下化在桃園實現 過去他有權力的時候 沒有能力解決重大的問題 未來更不可能 桃園要在北北桃 桃竹竹苗的領頭羊 謝謝登記3號 曾運彭候選人的證件發… 我們把那個計時器稍微調整高一點 讓他們看得到好嗎 我們有按您告知啊 那個計時器也放得到 拿著 明明問市長 我們有按您告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